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你期末要做影片的时候 那我们刚讲过你可以用MovieMac来做最后的影片剪辑和整理 但是MovieMac是一个非常阳春的影片剪辑软体 所以如果你有更好的,你当然可以用更好的 那我们今天是先看这个最简单的 至少你有一个免费的可以用,其实也不算免费 因为它是Windows系统内建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稍微做一下乱编的动作 那我们现在编出一些不具有连贯性的影片 好,那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就是 我做了一个开场字幕,然后呢放了一张图片进去 那图片完之后呢,开始放一小段的影片 第二小段的影片,然后呢结束字幕 那中间我有加配音 然后有加一个重叠字幕 有加一个重叠字幕在这里 重叠字幕这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我们再看一遍 因为很短,其实没有看 OK,那我们这个示范 当然是很,不是很棒的 好,那但是我们主要是要说的一点 你从这边汇入视讯 然后点了之后把你需要的视讯会进来 好,像我就汇入这两个 接下来呢,我汇入图片 把我需要的图片汇进来 再来我汇入音乐 把我需要的音乐汇进来 但是请注意,有时候你外面下载的音乐格式 放到这边来的时候它开不起来 像这个就开不起来 MP3的,明明它有资源 但是却开不起来 所以我只好把这个MP3的档案呢 用格式工厂 用格式工厂 这是格式工厂 然后我把这个MP3的档案呢 按这个任何格式转WMA 把它转换成WMA 然后这样子从输出资料夹里面 得到这个WMA之后呢 我再把它call到这里 然后再把它汇进来 汇进来 所以最后我汇进来的 这个是一个WMA的音乐档 那把这个音乐档呢 我就放到音讯里面 那通通都汇完之后呢 你还缺字幕 还有转场特效 其实转场特效有时候也蛮有用的 举个例子 我这边呢 如果再加入一些转场特效 这边有一个叫视讯效果的东西 那视讯转换这里 那其实我也可以加入一些转场特效 效果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这个 那比如说分割 然后呢 这边 这边 反税好 好 最后呢 再加上 加上一个 弹出好 好 插去 好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加入转场特效之后 有什么不同 OK 你就看到他中间有点转场的效果 哦 他的那个 配合已经好掉了 这次 你先设计转场的效果 那味道时间表一下 好 看 所以当你转场特效 加完之后 你这一个可能就必须要移动 在这边 可能才会是对的 对啊 这边的位置才是对的 OK 所以 最后你可以加自 透过 木耳的那个 来加自 魔法 穿上特效啊 然后 就这些 剪辑中间 那当然 配音也可以 重变呢 可以 把 声音故乡 加进来 好 好 嗯 很孟